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留言和按右下角的小钟 到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了 我们现在的港交所总裁欧冠昕先生 他也是香港永久居民来的 不过他续约没有得到 明年5月就要离任了 由现在现任的联席营运总监陈奕霆小姐接替 其实陈小姐之前是做港交所的上市科学总监 然后做联席营运总监 大家都贴他是总裁的业本人选 现在就众望所归 大家都很希望有新总裁出现 我们就会有换言一身的气象 新的视野 新的 vision 新的计划 和勇敢担当去做事 我们香港近年确实整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有点滑落的 相对其他 盲卖 深圳 上海 东京 以至我们这些地位 新加坡排名都是比较低 和我们上市公司的数目都是比较低 这里有很多因素的 可能是和大国博弈 也都可能有个别的西方传媒去劝掩香港的情况 令到一些投资者 一些投资的基金却步 所以变成会造成香港股市的交投不振 交投不振自然会影响公司一些股值 和一些好的公司来上市的意欲 但是有两点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香港港交所 以及香港特区政府 有没有全力向外推广港交所的功能呢 譬如我们是国家唯一的国际化的城市 国家唯一的国际化的市场 在港交所的资金 无论买与卖来去至于 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 它的地位其实相当于境外的地位 所以变成是有一个很国际化的功能 当然现实上欧美的资金是最多的 财经界它们都是最强的 但是其他中东都是富起来的国家 非洲都有些国家是富起来的 南美都有些国家 譬如金钻五角都有提到一些国家 我们是否可以鼓励它们来 以至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企业 可以来香港上市呢 只要我们能够鼓励到更多的基金入场 更多的上市公司 更多的所谓market maker 一些合法的市场庄家 在香港继续运作 其实是可以刺激起那个交投 刺激起更多公司来上市 这个我们要靠新总裁的努力 要一种智力推广 第二就是要拆墙松绑 你推广了 叫人来上市 但是人家发觉 来到之后 关卡重重 这样搞极都上不了 跟着那个洗费就出来了 比如你要付律师费 你要付秘书公司的费用 会计公司核数的费用 以至到这个保证人 投资人狼家的费用 再再都是钱 也都虚耗了管理层不少的时间 那港交所是否要考虑拆墙松绑呢 所以从推广港交所的功能 拆墙松绑方面 是否新任的陈总裁 不可惜他要出年五月 也就是说可能要等多半年 那希望能够赶得及 将香港的金融中心重振洪峰 另外呢 我们特区是否要考虑一下 我们在海外的经贸办事处 是否应该肩负这方面 推广的功能呢 海外经贸办事处 它是属于商经局管的 但是我们也有不少内地的企业 是吧 譬如它有很多来上市的 但是内地的办事处 就是属于一个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管的 但是香港就融入了国家的 发展大局 那大家发不发觉 一听我们负责推广的办事处 一些就一个局管 一些又另一个局管 那怎么办呢 怎么去融合和协调呢 是不是都要考虑一下 这个结构的改变呢 李家超特首 明年开始 很快要大约 他任期的一半左右 那是不是应该 可以考虑一下 这方面的结构的改动 将一些不同的海外办事处 归于一个局管 然后这个局最好 有比较重的一些财经 商业的功能 来推广我们 因为我们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希望 我们在所有海外的分支 都是将香港的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的功能 推广出去 好 今天和大家的分析 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